欢迎收看113年4月18号的港督新闻 我是赖昌邦 新闻首先带你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 为了改善校园周边的空气品质 高雄市环保局针对岩城国小顺利空气品质维护区 在9月过后 如果有出厂超过5年未定检的燃油机车 柴油大客货车以及小货车 在管制时间内闯入维护区的话 将会面临500元以上最高6万元的拔环 高雄市前镇区瑞竹里内 有一处荒废已久的凯旋市场 不仅光景外露 数须更是盘旋在外 另外凯旋市场用地的规划区 近年外部5分至4社会宿宅也涵盖在内 造成瑞竹里内发展受限 里长及里民则希望政府单位协助 导入拆掉飞机救市场还地于民 小琉球的葱油饼名店终于来到高雄 让高雄乡亲不用再跨海购买 只要搭轻轨就能轻松抵达 独特造型的葱油饼 每一口咬下去都喷发出独特的香气 让许多高雄人也都慕名前来朝圣 新闻首先来看到高雄市大辽区 正式启动四座全新的特色公园 规划出大片广阔的绿地 并且按照当地民众的需求规划 打造出高雄市民的休闲最佳选择 而市长陈其迈也亲自到场验收 并且体验游乐设施 还向市民承诺 未来将会增加5亿元的预算来维护公园 高雄又有新的特色公园正式启用 整片广阔的绿地成为大人与孩子们的新乐园 这里是大辽八十一旗重画区的公园 随着重画工程规划出四座公园 提升高雄居住生活品质及休闲环境 八十一旗的重画区 总共有五个公园 总面积达到十一点多公顷 也紧接的凤凰山 尤其在现在不管是合发大发工业区 也有一些更多的高科技的厂商也都进驻 所以我们也配置了一些公共设施 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包括两座公园 两个自宏池又紧淋着凤凰山 那这个配合着我们整体的大辽自然生态发展的脉络 各单位都尽心尽力 把八十一旗重画案内的五个公园 已经完成四个了 对当地的李明是一大福祉 他不管怎么样吃完饭或者休假 都可以在这附近的话 来讲做一个扇心或者运动 对不对 还有或者要玩一些游乐设施都很好 最基本的话 他们本身的房价也提升了 住的品质也提升了 这是带动大辽地区的一个繁荣 跟前景的最好的一个指标性的地段 大辽八十一旗公园在规划初期 就借由公民参与机制了解民众需求 并善加利用原本的地貌条件 以迎合天然环境作为理念 营造出人与自然共存的舒适环境 其中公十二公园的理念 是打造全年龄都能同乐的游乐设施 除了提供小朋友可以游乐的滑梯 沙坑攀爬等设施 也有提供给大人一起玩耍的空间 所以我们进旅家不关系 我们这些公园的开发 那我们地震局的努力 那让我们有比较充足的预算 来在这些重化区里面 来兴建这些公共设施 我们大概明年开始 我们就增加五亿的预算 再给我们一点时间 那我想一年两年 我们不管是新公园的开辟 或者是旧公园的 为我们的品质都会提升 今年来民众越来越在乎 特色公园相关建设 希望能够有更好的休闲空间 针对这项议题 高雄市长陈其迈也亲口向市民承诺 未来一年将会继续在公园建设上努力 让市民可以有更多舒适的休闲空间 打造永续的幸福城市 记者朱金伟攀志光高上报道 乌水下水道建设属于重要的基础工程 不仅大家影响民众的生活 也是最不容易被看见的工程 成为先进国家进步指数之一 而在全国乌水下水道考核凭借 高雄市市六都当中 连续三年融获优等出荣 相当不容易 除了肯定高雄市乌水下水道建设成果之外 也更激励高雄市政府 未来将持续大力推动乌水下水道建设 在市政建设中 乌水下水道的建设属于重要的基础工程 不仅影响民生盛据 也是最不易被看见的工程 先进国家进步指数也必纳入考量 而在全国乌水下水道考核评见 六都激烈的竞争中 高雄市连三年融获优等殊荣相当不易 那对我们来讲 责任是越来越大 因为后面追赶的人 我想的县市也很多 那变成我们要不断的进步跟努力 那如果只要我们有稍微懈怠 那我想我们这个优等的 年纪三年这个优等 可能会被别的县市来超越 所以我们还是会聚聚精进 我们的一些作为 还有一些策略上的做法 然后让我们再持续的 然后再更进一步的延续 我们这个优等的传统 我们还要在推动就是 所谓的鋼桥污水厂 还有所谓的南子污水厂的 再生水的工程 那对产业高雄产业的发展 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愿景 那对产业的转型 也提供非常好的一个环境 污水再生水的再利用 都有智慧广网的部分 来做监测 那就是让我们能够提升到 我们的污水来再进步 高雄市政府不眠不休 努力推动污水下水道建设 在地方也获得良好的成果 深获地方肯定 我们现在的那个系统排放的状况 都非常的良好 甚至说我们居然 这个住户里面 他会先接那个污水管出来 也会一起跟着这个系统 到我们的污水处理槽 其实市政府在这一块 努力了非常多 然后包含着这个污水的接管 或是说我们大型工厂的这个接管 市政府一直都在努力 前振宇港也有受益到 这一个良好的政策 所以我想市政府这一块 是值得给肯定的 污水建设考核评鉴 旅获夹击 高雄市政府除了感谢内政部 对于高雄市污水建设成果 给予最高肯定 未来将持续推动污水建设 落实改善居家生活环境 以及河川水体水质 透过水资源永续利用 降低气候变迁 所带来的重大影响 记得张世民高手报道 高雄市桥头区的桥南路和南子路口 车流量相当庞大 高雄市交通局考量安全和行车效率 在路口周边进行道路配置调整 增加了左转和右转的专用道 并且透过耗制石像的调整 让南子路往桥南路方向的驾驶 可以减少停等红灯的时间 提高行车效率 高雄市桥头区桥南路与南子路口 就位在捷运青浦站附近 即使是平日白天 车流量也是相当大 原本的交通设计 让民众觉得不太方便 中间会跨越我们的台铁 台铁的轨道 轨道就有平交道 所以之前其实有民众反映在那边 因为平交道的火车的经过 会影响到耗制的效率 那也造成那边 车辆他行进的时候要左右转 尤其从南子路出来要左转金武路 右转桥南路 或者是桥南路南往北的部分 他要右转金武路 或者是左转南子路 那就会造成 因为车道数没有分配好 会造成可能征道 或者是违规行驶这样的行为 高尚市交通局为了提升驾驶安全 在路口周边进行道路配置调整 除了设置左转及右转专用道 并透过耗制石像的调整 让南子路往桥南路方向的驾驶 可以减少停等红灯的时间 提高行车效率 桥南路的部分就是有 右转的专用石像 因为他右转金武路的话 就不需要经过轨道 所以当铁路通过影响到 桥南路左转南子路的时候 我们还是可以提供 右转的绿灯的时间 那这样的话就让 桥南路呢 它的车流量呢 就可以做一些疏解 交通局在南子路 往桥南路方向 调整停止线的位置 桥南路往南子路方向 也同时设置 左转和右转车道 这样的调整过后 也让经过的民众更加安全 民众的反应应该都不错啦 因为其实车道合理的分配 那我们把原来的快车道呢 做適度的做一点缩减 然后原来把慢车道呢 把它设置成一个右转的车道 那这样子的话 因为行进路口的话 速度本来就会稍微慢一点 那让七机车一起混流 但是呢能够有方向性很明确 减少这种车辆的交织 那安全性会提升 经过高雄市交通局的努力 调整之后 南子路往桥南路 增加29%绿灯时间 桥南路右转金五路 则增加22.5%绿灯时间 交通局将会持续检视 市区道路行人穿越需求 推动交通工程改善措施 希望能提升路口交通安全性 借王仲凯庄说听高雄报道 校园周遭充满了汽机车的废气 让学生们难以呼吸到干净的空气 为了要改善校园周边的空气品质 高雄市环保局针对岩城国小 设立空气品质维护区 在9月过后 如果有出厂超过5年 没有定检的燃油机车 以及柴油大客货车 以及小货车 在管制时间内闯入维护区的话 将会面临500元以上 最高6万元的罚还 在校园的周围 马路上充满了许多汽车与机车 排放出大量难闻的废气 让小朋友可能产生过敏症状 更严重的 还可能对身体健康造成永久伤害 为了要改善这样的状况 高雄市环保局 在今年3月19日公告 划定高雄市盐城国小周边 成为空气品质维护区 物场将会面临罚缓 学校周遭的 步道旁边其实就是机车区 然后自行车 车子 其实那个车的排烟量 还是蛮严重的 对 然后上下课 其实是同一个时间 就是一个尖锋期 所以有的人经过 或者是家长不愿意先熄火的话 其实都会造成很多的空污 小朋友一上学就是开始都 就是接触外面的空气 一直都在过敏 对 所以其实如果针对学校附近 有做一些规划设施 然后让他们就是 可能比较旧的车子 或者是 比较容易造成污染的部分 做一个规范 其实政府这样做是OK 就是我们是需要配合的 这个环境教育的责任 是大家都有的 尤其我们身为学校教育 承办人员 那我们更重视这一块 那我们平常就会融入相关的议题 还有从学生的生活教育做起 还有家长的宣讨 还有社区民众的宣讨 透过这样的宣讨过程 那让家长也了解 还有社区民众也了解 说这样子的做法 是对大家的健康 都是有帮助的 而且对我们生活品质 未来的生活品质 也会比较好 未来管制的范围 包含捷云沿城普站 走出来的大涌路 以及正对面的赖南街 在礼拜一到礼拜五 早上七点到晚上六点的时间内 要求所有经过的燃油机车 都要有定期检验合格的记录 而柴油大客货车 技巧货车也都要定期检定 取得自主管理标章 才能通过这个区域 我们配合环保局的政策 那划定这个 岩城国小这里的校园是 空气品质管制区 那我们也期待 在这样的政策的推动之下 让我们的学生 还有进入校园的社区民众 以及家长等等的 都能有一个更优质 更健康的空气品质 環保局已经在3月19号公告 我们这个岩城国小的周遭 为我们本市的空气品质维护区 凡是进入的车辆 如我们的机车 燃油的机车 跟柴油车的部分 都需要有检验合格的记录 才可避免受罚 那当然在政治施行前 也就是9月1号之前 環保局也会到该处 执行进一步的宣导 提醒市民朋友要注意 如果机车未定检 或是你的柴油车辆 未执行检验 及进入空气品质维护区 那处分的金额 也就是罚款金额 是从500元到6万元 那还是要注意定期检查 自己的爱车 执行相关的检验 避免违规受罚 到9月正式上路的期间内 環保局将会 空气品质维护区 让小朋友有一个可以呼吸 干净空气的美好童年 记者朱敬伟 王仲凯正思要高雄报导 高雄市的国际商工 因为少子化等因素冲击 在2022年退场 目前高雄市政府已经回收校地 即将进行拆除作业 而这片校地呢 除了有警铃轻轨站的优势之外 8000多坪广大的空间 要怎么规划 也引起了市民的关注 未来市府将会召开说明会 综合附近居民的意见之后 再规划这块土地的未来走向 高雄国际商工在2022年正式退场停招 高雄市政府接着收回校地 进行后续规划 而建筑物本身存在围楼 需要拆除 预计在2025年完成拆除作业 也因为校地紧邻高雄轻轨 五全国小站 因此也不排除规划高雄捷运轻轨的 连开案或社会住宅规划 市府也将召开说明会 聆听附近居民的意见 最好是能对这个社区有发展的 比较好啊 我认为是说做一个商场 做商店比较好 比较有经济发展的效益 配合这个轻轨的发展 还有这附近的学校 以休闲或是让大家居民 能多一个空间 因为毕竟这边休闲的地方不是很高 目前国际商工少帝占地 达到8000多坪 幅员相当广阔 未来这样广阔的空地若要开发 也需要由文教用地更改地幕 才能够进一步规划 国际商工的这一块地呢 那它的土地都是属于市政府的 那它目前是文教区 所以要透过都市计划变更 让它可以作为日后的使用 那都市计划变更的程序 启动了之后呢 我们就会依照都市计划法的规定 来召开地区说明会 听取市民的意见 那未来呢 不管是捷运联合开发 或者是社会住宅呢 都是后续规划可能考虑的方案 未处精华地段 又有轻轨在旁的蛋黄区土地 未来高雄市府将会跨局处 规划开发 朝最大效益方向研绎用途 无论是结合捷运局联合开发 或者是兴建社会住宅 吸引年轻族群入住 都期盼能够活化当地商机 记者朱敬伟 王仲凯高上报导 高雄前镇渔港改建工程 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部分项目也已经完工 预计将会带给地方极大的繁荣商机 只是在停车场的部分 仍维持平面规划 地方则认为 港区附近的停车位移位难求的情况下 未来会更加难以附和 建议将平面改为立体设计 一并解决前镇渔港周遭停车的问题 走进渔民服务中心 虽然是平日时间 但停车场依旧车停满满 甚至还停在非停车区 向外一看 道路两旁也是停车阁满满 这里是高雄市前镇渔港 新的改建工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预计将来带给地方极大商机 只是在停车场部分 仍维持平面规划 地方则认为 在现今渔港区域以移位难求情况下 未来会更加难以附和 建议将平面改为立体设计 一并解决前镇区周遭的停车问题 平面的停车空间 还是不够我们这边的厂商或是摊贩 甚至是周围民众的使用 所以我们很希望能够把 这样的一个停车的需求 反映给我们的市府 反映给我们的中央可以来了解 那也期望我们未来 在前镇渔港可以完工之后 可以搭配我们的立体停车场的空间 减缓我们周围围停的这个状况 也可以让我们的民众 有一个停车的空间可以来使用 比较不容易停车 在那边停满满满 对吧 那我们可以进去 进去更进去 车用给更 就拆车 进去停车给更方便 由于前镇区渔港周遭工厂淋利 旧社区也多 停车位不足导致停车乱象重生 交通事故频传 因此里长也建议附加鼓励停车回馈 让新立体停车场规划 能发挥更大的功效 旧草地区有很多的这个小巷弄 那很多的车子可能 因为那边没有画红线或是等等的 造成民众在一般的道路上面停车 常常会让巷弄出来的时候 影响到视角 也会影响到交通安全 那可是我们要要求他们 把这个迁移的时候 我们想应该也要协助他们 解决停车的这个需求 一个停车空间的设立之后 它可以给在地的这个礼 或周围的礼 一些回馈的机制 比如说我们的月票方式 或甚至是打折的方式 让我们的民众 引导我们的民众 可以到公共空间去停车 前镇渔港除了渔市场整建 还有多功能水产品运销中心 以及港区环境改善种种工程 地方希望在停车规划部分 政府能多加把劲 让新渔港诞生 成为地方停车活化新奇迹 记得张世民高雄报道 高雄前镇区的德佛街 和仁祥街口 由于道路规划设计不良 四线道的路宽道的路口 就缩减为变成两线道 不管是大车还是小车 甚至是行人 都要挤在一起通行 现象还生 每个月七八起的车 或更是常态 里长以及在地的居民 期待市府能够设立红绿灯 以及征收拓宽 解决长久以来的梦魇 砂石车 公车 机车 甚至是行人脚踏车 通通挤在这条小街道口 各平本市闪躲前进 这里是前镇区的佛德街 与荷祥街口 由于道路规划设计不良 四线道的路线 到此就限缩成两线道 不管大车小车 甚至是行人 都要挤在一起通行 加上没有红绿灯 常常显向还生 每月发生七到八起车祸 更是常态 也让当地的民众 方便升连连 那边要到这边 常常都发生车 非常危险 这条路 这里都不通 安全设施 它没有做好 所以说 一直在出车 整里的主要倒路 甚至还有冷冬 整个车 大车 公车 汽车 汽车 车 甚至一些撒回缩 回缩的战备 都有在经过 所以 常常发生车 这样的交通乱象 让里长不时要亲自 维持秩序 但在地居民及里长 还是期待政府单位 能够设置红绿灯 及征收拓宽 才能解决 长久以来的梦魇 由于佛德街两端 紧接新深路及中山市路 外家工厂小学 美食街环绕 车流量极其庞大 若是没有提早加以改善 恐怕更恐怖的车祸梦魇 将不时上演 记者张世民高雄报导 高雄市前镇区瑞竹里 有一处荒废已久的凯旋市场 不仅钢筋外漏 树根更是盘旋在外 不良程度形成社区独流 另外凯旋市场用地规划区 竟然连外部的五分之四 社区住宅也都涵盖在内 造成瑞竹里发展受限 里长和李明则希望市府协助 早日拆除废弃旧市场 还地于民 挪落的干净 腐朽的木板 以及盘旋在外的树须 这也是前镇区瑞竹里内的凯旋市场 近50年的历史 荒废的程度可见一斑 除了污染管理之外 市场内所形成的沾漏安全问题 更令李长吉里明头痛 过来十年了 里长有很多污染 一些蜂糖 一些肉的汽汽 看不到把我们的菜汽子处理一下 他有看到鋼筋都已经裸落了 那如果把花蓮的大地震 震度拿来我们这边的话 我看这个市场整个都倒塌了 这个会造成我们当地居民的生命财产 都会造成很大的威胁 不只是形式上有问题 早期市场的用地规划 更将周遭五分之四的住宅区 涵盖在内 早期居民也毫不知情 造成后续里内的发展受限 建设不易 真正的市场 大概占了五分之一的用地 它是市场 其他五分之四 都是住宅区 现实的环境就是这样 那时候因为旁边有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这边的居民我问他们 他们也没有办法去回答说 为什么当初会变成市场用地 他们也说不出来 而且我也是在这边长大的 现在唯一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希望市政府能无条件解编 那是不是针对有住宅的地方先解编 然后市场再来后面 后续再来处理 那也是一种改革的方式 凯旋市场的规划 也是高雄早期市场规划的缩影 随着时代的演变 早已不合时宜 里长及李明哲希望市府单位能跟上时代 拿出施政魄力还地于民 真正做到为民服务及倾听民意 维罪不检举不祭点引发热烈的讨论 除了不能够小看维罪造成的伤亡事故之外 调整红黄线的配置 增加黄线临停的空间 方便乘客上下车 以及开放车辆在公车停号区临停 则是可以解决找不到停车位 而并排停车造成交通事故的机会 交通违规开放民众检举和祭点之后 造成计程车问奖被调扣驾照的机会大增 交通不规划罚还1200元以下的违罪不开放检举和祭点 引发热烈讨论 但如果它停的这个位置 的确可能会造成转弯车辆视野受损 或者是说造成我们执行机车 它必须要内切导致一个安全性的疑虑的时候 那我觉得这样的违规事项 你说它是违罪不能举发 我认为是有相当的意义 它很难停车的时候它继续往前开 然后乘客在车上它的情绪就会不一样 对驾驶朋友而言它是非常的很难接着 到底它要违规停车背记点 有可能生计受到威胁 还是真的就走到乘客不喜欢的 可以下车的地点才来下车 针对找不到黄线临停 只好违规停在红线上 或是并排停车 高永市交通局计划调整 红黄线的配置 每条路段至少保留10%的黄线 让车辆可以临停 方便上下客货装卸货 但必须加强取缔黄线超时停车的行为 我们黄线的临时停车区 它是可以临时停车3分钟 而且驾驶要在车上 千万不要把临时停车的黄线区 把它当成停车格位 要尊重其他用路人 要有同理性 尊重其他用路人的使用 下午6点之后一般车可以停 但是6点之前它都是卸货车专用 那这样的一个空间 给这个超商或是卖场使用 超商或卖场 它是不是要付出使用的成本 我觉得应该要 另外公车停靠区 市府也能够开放车辆临停 也就是当公车靠站时 车辆必须立刻离开 市府交通局表示 会在研议公车停靠区 开放临停的措施 驾驶朋友也不会ban到公车来 他要停载公车的停车格 但是如果假设他看后视镜 公车没有来 他暂时停 身心健康呢 其实一两分钟就结束了 除非遇到行动不变着 他时间才会比较长一点 所以我觉得这种支援共享 对我们计程车而言跟公车 我是觉得可以并存的 毕竟尖峰时段的公车 它的密集度比较高 那个时候可能不能开放给计程车停 可是如果是离峰时段 他15分钟30分钟才一班公车进站 那这个时段 他是不是能够开放给公车的 三分钟临时接客 我觉得这个就是 可以思考的一个方向 要把这个门槛要定好了 不要因为共享而造成 别人使用的上的影响 那大家要遵守那样的纪律 如果真的可以有 这样的一个制度出来的话 遵守那样的纪律 没有人想要违规 也不希望发生事故 因此要从违规样态 去探究原因 找出解决方案 让大家按照调整之后的规定 在方便又不违规的情况下 才能够维持良好的交通秩序 记者赖昌邦高雄报导 黄色小鸭重返高雄 以及演唱会经济 让高雄的观光大有起色 但是议员黄绍婷批评为鸭去楼空 她要求市府要加强 流客的相关配套措施 增加游客在高雄的消费 也要求观光局开国际标 在高雄港湾打造一座 国际级的地标 黄色小鸭和演唱会 吸引国内外的游客来高雄 但小鸭走了演唱会散会之后 一切又贵于平淡 高雄市议员黄绍婷认为 演唱会就像快闪电一样 十分短暂 黄色小鸭也久久来一次 市府应该把握时间留住客人 我在这边我也期待说 我们的观光局或者相关局处 他们可以把观光客引到高雄之后 让它可以停留多一点的时间 那对于除了这十年来一次的 黄色小鸭 还有这个快闪的演唱会之外 我觉得高雄市还是要着重于 如何永续的高雄的观光产业 黄少廷议员认为 要让来高雄的游客 能多住几天 再到高雄其他景点游玩 除了捷运轻轨能够到的景点之外 其他景点的轨道交通 也要加速部件 有了这样的规划和配套措施 才能够让游客更好规划旅游动线 愿意多住几天 增加高雄的消费 我觉得市政府他应该尽快的规划 未来要兴建 不管是捷运或轻轨也好 是不是能够连结到 我们要推动的观光景点 这样一定一方面 你可以增加到那边的便利性 最重要是很多人会因为容易到 而到高雄来观光 虽然黄色小鸭看见高雄港湾的蜕变 但也看到市中心人口严重外流的现象 黄少廷议员要求观光局 以开国际标的方式 邀请知名建筑师 比照国际港湾城市 为高雄打造一座具有代表性的地标 让国内外游客不论何时都会想来高雄旅游 伦敦的伦敦港也是像清水港跟清水河 他们有一个很有名的大笨中桥 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摩天轮 这个也是吸引大家每年 成千上万区那边游览 那高雄居然有一个这么好的地点 应该我也期待 陈其迈市长或者是我们的观光局 尽快的规划这种整体性的开发 有一个地标型的建筑物出来 以后大家也希望到高雄来观光 所以我们要正在跟观光署来进行 争取一个竞争型的计划 那就是把整个爱河湾扩散 包括到旗津 那这个计划如果能够顺利的 争取回到我们高雄市 我想我会努力来让高雄市整个爱河湾 能够向外辐射 包括把我们的旗津地区 可以做更好的整顿 高雄有许多观光景点 但轨道交通不够便利 不利游客规划行程 黄少廷议员认为在西客之外 也要加强游客 不让游客流到外县市 错失留住观光材的好时机 记者王仲凯来长帮高雄报道 高雄轻轨虽然成员通车 但是车速不够快 搬去不够密 影响搭乘的意愿 高雄市议员简幻宗建议市府 提升轻轨路口的安全性 让轻轨不用减速 就能够快速地通过路口 另外针对高雄轻轨大赚车厢广告费 检议员也要求将获利回馈给市府 高雄轻轨行程路口时 除了会停等红绿灯之外 也会减速慢行 与预防和一般车辆发生车祸 因此造成轻轨车速不够快 影响民众搭乘意愿 高雄市议员简幻宗建议市府捷运局 多加宣导路口安全 减少轻轨车祸 轻轨车速才能够提升 我们的轻轨车实际朋友真的是很尽责 他们基本上都会先停一下 然后再开过去 那其实这对于轻轨的运行来说 也会造成它的速度降低 所以说也是期待就是市民朋友 在经过轻轨路口的时候 可以遵守轻轨路口的标线或标志 除了车速不够快之外 轻轨班距不够密 简幻宗议员指出 轻轨车速增加之后就可以加密班距 但列车速够不够因应也要求捷运局评估 是否提早增购列车 原轻易轩的话他们希望六十五分钟下 变成一个半小时 那包括整个班局的部分 所以说我们大概期待 捷运局可以这边来做一个试探的检讨 那其实车厢不够就去天后车厢 那班局的部分我们希望 可以那个尖锋时间可以提升到六分钟一班的话 那目前我们是朝向那个买十四台 十四台因为买不是 不是怕你买马赛就来 我们从订了之后还要三年的数 另外轻轨成员之后 运量有比成员之前增加 轻轨列车形同大型广告车 高级公司也大赚车厢广告费 市议员简幻宗提醒市府捷运局 要详查轻轨车厢广告的营收 除了收取权利金之外 增加了车厢广告利润 也应该要回馈给市府 过期工序比较多 现在工序比较多 你不能经常用180万 所以我们会重新跟他们律订 相关的合理的运作模式 然后也会配合我们会计师的部分 就是说我们要让人合理利润 但是不能有超额利润 超额利润当然要还给我们 简单来说就是说 我们现在看了 满客满谷就是轻轨的广告 其实我们才发现到 我往来赚车厢到180万而已 我觉得这很没效率 刚才局长他们其实 也很乐见到 捷运局有发现到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就是愿意去 改变那个契约 那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收益 可以来去做一些财政的收入 让整个轻轨的收入可以越来越好 高雄轻轨十年磨一键 享受成员果实的同时 也能够更全面地检讨轻轨 和一般车辆的互动关系 在运量和安全之间取得平衡 随着运量提升 而增加了车厢广告利润 也能够回飞给师傅 继续优化轻轨盈域 记者王仲凯来长帮 高雄报道 高美馆和英国泰德美术馆 合作的展览 瞬间穿越绘画和摄影之旅 将于6月29日在高美馆隆重登场 将展出英国泰德美术馆 和国际基金会所收藏的 重量级绘画和摄影作品 而高美馆将是世界巡回唯一一战 非常难得 2 1 请启动 英国伦敦泰德现代美术馆大展 瞬间穿越绘画与摄影之旅 即将从英国巡回到台湾 6月29日开始到11月17日 会在高雄胜利美术馆隆重呈现 泰德美术馆以及国际基金会 所收藏的重量级绘画和摄影作品 那你不仅可以在这里欣赏到 泰德美术馆的作品 同时也可以欣赏到 陈泰明董事长私人的典藏 他个人收藏的作品 其实在国际的排名是非常的前面 难得一次把所有各个世界有名的摄影作品 也就是摄影的艺术家跟绘画的艺术家 他们共同的对话 一般以前的展览大部分都是对单一的艺术家做展览 那比较难得你在同时一个展览里面可以看到 那么多这么出色的艺术家和他们的经典制作 2018年的 裸泰德美术馆典藏大展 就吸引了非常多的人潮到高美馆观展 今年夏季高美馆与泰德美术馆二度合作 而且重要的是 台湾是目前国际独家唯一一战 而高雄将是台湾唯一展出的城市 这绝对是2024年台湾艺文界的重要大事 身为高雄的子弟 我当然是希望能够回到高雄这个家乡 那我也相信这个不用出国 能够看到那么多的典藏的艺术作品 真的是机会非常的难得 所以也欢迎其他县市的朋友 大家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从六月开始到我们的高美馆 今年适逢高美馆30周年庆 意义重大 全球14个国家的三数位艺术巨匠 超过50件作品 邀请大家到高雄一宝眼福 一次欣赏教科书等级的大石巨作 姐盘之光庄书亭高雄报道 屏东小琉球的葱油饼名店 终于来到高雄了 让高雄乡亲不用在跨海购买 只要搭乘轻轨就可以轻松买到 独特造型的葱油饼每一口咬下去 所喷发出独特的香气 让许多高雄人都慕名前来朝圣 自自作响的油炸声 伴随着正正扑鼻的香气 特殊的小琉球葱油饼正式出炉 这个特殊造型的葱油饼 就是来自小琉球的人气小吃 如今终于登陆高雄古山 让高雄乡亲不用在大老远搭乘 才能享受美味 因为很多客人有跟我们讲说 那么好吃的东西 为什么我们在本岛这边吃不到 然后呢 又很多客人会觉得说 要吃这个美食都要飘洋过海去到那边 然后想到说我孩子在这边 高雄这边读书 想说要不在这边也开一家 这样子 而为什么这家葱油饼的形状 会如此特别 不像传统的葱油饼是圆饼状的呢 原来背后藏有历史故事 之前其实有做圆形的 然后为了学校 因为那时候 这个典型学校小朋友还蛮喜欢 公公就觉得说要做成长条形 让孩子去到学校吃比较方便 这样的特殊造型 也让葱油饼能吃出独特的空气感 每一口咬下去 都喷发出葱花的浓浓香气 搭配香酥的饼皮脆感 也难怪会成为小琉球的口碑美食 跟人家不一样 人家别人是圆的 他是敞的 而且他加蛋 他外酥内卵 很Q啦 很特别 他就是美食介绍 然后有看到 我想说来试试看 这样子 听闻来自小琉球的排队美食 吸引许多顾客前来朝圣 而该店的位置 也刚好就在轻轨寿山公园站旁边 如果想吃 可以直接搭轻轨前来 一下车寻的香气就能够找到葱油饼店 不用搭船也能享受饱满咸香的好滋味 记者朱经纬 苏瀚军 郑思耀高雄报道 有一种精美别致的奇石 叫龟甲石 因为石头表面布满交错的网花 很像龟壳的纹路 而乌龟也有长寿的寓意 很多人就喜欢收藏 这种天然形成的石头 在高雄市小港区顺林里里长 就收藏一颗全世界最大最奇特完整的龟甲石 带您去看看 这颗精美别致的奇石 石体表面布满交错的网花 仿佛是长寿的神龟 遗留它的壳在石头上 它便是龟甲石 是台湾最具特色的雅石之一 不只如此 长白的纹理外观 又仿佛是有生命的血管斑 盘布在一颗仙桃上 明显的桃间 附上两颗心脏 奇特又神奇 如此巨大且完整的龟甲石 世上极罕见 在因缘忌讳下 被小港区顺林里长所收藏 其间更引得前总统李登辉 叛元前来蜜球 当然是李青春那买回来了 因为它是一个造型 比较实的就是 它是一个头 它的中的材料 它是买热的材料 目前看到的买热的材料 可能只有这颗 全台湾唯一一颗买热 这颗最多的 可能有50公斤以上 一般的一颗 这颗是黑的 一般的一颗是10公斤左右 这颗可能可以上去台湾的国保 前总统李登辉的警察 有透过《中华日报》 有来采访 有来参观 他们很加爱这颗 但是这些是非卖品 随着依旺观音的历史炊炼 才能孕育出鸽甲石奇特的外观 作为台湾最具特色的雅石之一 散石家便着重鸽甲石的纹路 橙色 石皮 旋转及韻味 也带我们一同一探究竟 它的食材特色 这个纹路的参掉也特色 所以古甲石要找到有这个纹路 起来都设计法的 更困难 黑色的更多 这些鸽甲石看得到的福气 全世界刚才有这张鸽甲石 这张鸽甲石 这张鸽甲石 叫做淘汰人 就是鸽甲石的最等级的 旅长李在河的珍藏还不止如此 难得一见的玄武员 就陈列在门口 让你们都可以大饱眼福 这是一种国宝也很极致的东西 有一部分是 驾驾我们的厚厚的中山国中 给他去做教材 右边招财残除 左边关刀侍卫 两大骑士相拱出鸽甲石珍宝 旅长李在河相信这是因缘也是福分 才会有这难得的台湾祈宝 曝光在世人眼前 李长也大方分享 要大家一同见证这世界级 异时界的台湾之光 记者张世民高雄报导 接下来提供您最在地的港都生活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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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